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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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迪李 好久不见 这一期我们的咖啡视频呢 真的有很多很多想要更新的 首先呢这期视频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我在玩的一个滤杯 第二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喝的哪些咖啡 我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我想推荐的咖啡 第三我会再说一些 关于咖啡周边比较好玩的东西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一期呢主要是想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小滤杯 这个真的很小 这个滤杯的名字叫RS16 这个滤杯其实我之前都没有听说过它 然后是因为圣诞节的时候 我在苏格兰的朋友给我寄了一个这个滤杯 因为他很喜欢 所以他推荐我用一下这个滤杯 这个滤杯呢是这个Coffee Consulate 一个咖啡学习啊 培训机构发明的 这个滤杯真的很不常见 我去他们的官网上看了一下 这个金属滤杯要160欧 其实它比较常见的版本是一个玻璃版本的 那个玻璃版本的也不便宜 要109欧 于是我就在想 160欧的滤杯应该是我目前为止用过的 见过的摸过的最贵的一个滤杯了 平时我用的滤杯最多可能也就是100加币 这样这个换算成加币要230块加币 真的是令我刮目相看 它还有个配套的配件是下面有一个这个 三角形的这个板 可以让你很好的把它加在一个杯子上面 先说说这个滤杯吧 第一次我拿到的时候我真的有点confused 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冲 它特别的地方呢是因为它完全不需要滤纸 它下面就是有一些比较小的孔 让你直接就是把咖啡粉抹好以后倒进去 直接冲就好了 因为它的名字RS16 顾名思义 RS是它的那个发明创始人有两个人的名字的缩写 一个R一个S 然后那个16呢就是16克粉 所以其实这个滤杯只是设计给每一次冲煮16克粉用的 说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吧 它就是粗液膜16克粉倒进去以后 注水200到220克完成 一般来说我会先闷蒸30到40克的水 然后把它倒满 倒满以后等它流到一半以后 再把它继续注满水 一般这种时候大概就是200到220克左右的水 它的推荐温度是大概92到94度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根据你咖啡豆的不同 来设置你的水温 基本上它的研磨度 我用的Fellow Ode 5到6之间 它的总萃取时间官方推荐是4到6分钟 我在家里用不同的豆子试了一下这个滤杯 我发现这个滤杯特别特别神奇的一点是 它因为没有滤脂的关系 所以它整个咖啡的油脂都会融在那个咖啡液体里面 它的口感真的太好了 特别的Smooth Creamy 因为它的粉水比是16比200嘛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浓缩的一个感觉 这种高浓度低萃取力的方式 萃出来的苦杂味会比较少 泡出来的咖啡喝起来有点像是杯测 因为整个咖啡都是以一个半浸泡式的方式 冲出来的 而且它的时间拉得很长 4到6分钟 所以粗粉细粉都一直泡在水里 它容易放大咖啡中的瑕疵的味道 当然如果你的咖啡豆是烘得非常好 而且咖啡豆本身的品质很好的话 你会得到一杯非常好喝的咖啡 反正最近我是真的有用这个滤杯 冲了几杯 让我觉得有点Bloom my mind的好喝的咖啡 哇真的很好喝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那种很浓缩果汁的口感 就是酸甜很平衡很明亮 但是又不苦的咖啡 太淡的我也不行 因为它没有滤脂嘛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担心 会不会有粉从这个洞里面露出来 其实我看了一下露的非常非常的少 如果你就是怕里面的粉太多的话 你可以先把粉倒进去的时候 放在一个杯子上面 等粉落一点点下去以后 你再把它挪到你要充足的壶上 等你全部充足完以后 因为它没有滤脂的关系 你的咖啡液体里面还是会有少量的一些咖啡渣在里面 会导致你的咖啡液体比较浑浊 因为偶然的一个关系 我用的HERIAL的云朵壶冲了这个嘛 所以我发现我在把做好的咖啡液体倒到杯子里的时候 云朵壶的那个结构形状 其实是可以帮我trap一些咖啡渣在那个壶里 所以最后倒出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咖啡渣 而且因为它的其实低率时间比较慢 我会喜欢用一个保温壶放在下面 这样的话等你喝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个咖啡太凉了 有的时候可能会一不小心超过了6分钟 拿到喝的时候真的整个咖啡都凉了 就还蛮影响体验的 我一直在好奇为什么它会这么贵 我看了一下 它其实整个滤杯都是一体成型的 包括玻璃的 所以它的制作成本可能很高 它又比较厚 特别像这种金属的 你要一体成型 它下面这些孔 你都要就是一起把它打出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要花不少工序吧 他们研究这个滤杯花了很多的时间 它需要保证它的这个直径就要这么大 它下面要有多高 才会让每次16颗粉 冲出来的效果都是最好的 不过如果说真的 这么贵的一个滤杯值不值 我真的还是觉得见仁见智 不过谢谢我的好朋友 给我起来了一个这么贵的滤杯 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有点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这个滤杯有一个特别bug我的地方 就是它的清洁 首先因为它没有滤脂 所以它每次冲完咖啡粉以后 它里面都会是咖啡渣 然后上面就肯定会有油 所以每一次清洁 你一定要用清洗剂把它洗干净 不然我试过就只是用热水把它冲掉 第二天它还是壁上面 会有很多那些咖啡油脂留在上面 二我觉得非常bug的一个地方是 我冲完的时候 我不能及时的去把咖啡粉倒掉 给它清洁干净 因为它真的太烫了 太烫了 每次我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就是我冲完以后 要把它倒掉 然后每次我冲这个滤杯的时候 我会忘记 然后手一拿起来 为什么又忘记了 超烫的 这个真的非常bug我 我在想能不能给它改进一下 去给它做一个那种皮套子在外面 可能会防烫一些 我也不知道 下次要是我做出来了 我再给大家更新一下 因为我没有用过玻璃的滤杯 所以我不知道玻璃的滤杯 用起来跟金属的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它们材质不同 所以它们的导热性能肯定也是不同的 不过这个金属的 你即使摔在地上也不会碎了 这么贵的东西是吧 最多只是摔出一些小坑坑洼洼的那些地方 也不会影响使用 可能地板和它都坑坑洼洼 但是玻璃的碎了就是碎了 就没了 你要重新买 然后最近我在用它的时候 我在想像这个形状 长得跟AeroPress也很像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用AeroPress 跟它差不多的方法去充足 会有什么不同呢 而且最近我有买了一个Tricolate的滤杯 不过还没有用过 所以可能过段时间 我会把它们三个都一起来充足看看 看它们有什么不同 等我什么时候出结果了 我再来做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还蛮好奇的 上一个咖啡视频 我有给大家推荐 来自Ona Coffee的几款Espresso dough 其中有一款 我特别喜欢的Gateway 就是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然后我后来其实有想再 从它们的官网继续买 然后发现它咖啡豆的价格本成是小时 它的关税 还有它的运费实在是太贵了 我觉得我买不下去手 最近我发现Craft Cafe 它有进Ona Coffee的豆子 而且它其实是会定期更新 比如说可能过两个月左右 它就会从Ona进一批豆子来 我有亲自去到它们咖啡店买 其实Craft Cafe 我想去很久了 但因为它在New West 所以因为距离 我就会比较懒得出门 所以一直拖到前一段时间才去 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六 连续决定早上开车来的New West 来一家我已经想了很久的Craft Cafe 这家店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Craft 但是它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卖很多其他国家的Special Coffee 而且它会进一些比较Special的品种 就比较贵的了 之前听我的朋友说 这边它的手冲 其实都会有一些很Special的豆子 而且只要5块钱 虽然它冲的不怎么样 可能都是乱冲 但是还是也可以尝尝那个味道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的体验会怎么样 Let's see 我来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来给大家报告一下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 太离奇了 我今天来他们店里 我没有看到这一罐 Proud Mary的Ethiopia 这是Cup of Excellence的第三名 所以我在买豆子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下那个人说 你们有没有这个 然后收音员他一脸懵逼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大叔说 你要那个吗 我有我有你等我一下 然后那大叔一开始是在那做咖啡的 然后他就拿给我了这一罐 他跟我说 他说这一罐要100刀 好像是101块加币吧 我说OK啊 然后他就觉得 你都不犹豫的吗 我说 我买完以后 然后他跟我聊天 就聊了一下 他最近有什么喜欢的豆子啊 感觉这个老板也非常非常喜欢咖啡 他们是一个轮换制 比如说这一次他们家是有 刚刚给大家展示的这些咖啡豆 然后下一次他可能就会进那个 意大利的Gardelli Ona Coffee 和Intelligencia 知识分子 基本上就是查他们家的IG就好了 他们会定时在story上面发 他们如果有新豆的话 就会在上面通知大家 大家就可以了 然后我买完豆子 我们就很高兴坐下来吃 然后我就说OK啊 那我就要这个野门的豆子吧 然后他就直接拿了 送了我一包 这30块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9块钱换30块吗 他说没关系 就真的人很好 他也很健谈 今天这个体验真的就还蛮开心 所以家店看来今天来的很贵 说说我在他那买的那几个豆子的味道吧 先说一下那个野门的豆子吧 它很甜 它的酸質很好 然后我有喝到很多像什么桂圆啊 芒果 巧克力的味道 而且它的花香味也很够 就是整体来说 它是一杯很复杂很delicate的咖啡 它的body也是够的 它不是那种淡的像茶一样 但是它又不会过于的苦 它的苦味是有 它很快 它的苦味就会收得很干净 它不会一直留在你的嘴里 这个豆子我自己还蛮喜欢喝的 然后再说一下那个非常特别的 来自Proud Marie Ethiopian Cup of Excellence 第三名的豆子吧 让我来看一下我的笔记 喝咖啡喝太多了 我必须写一个笔记 我才知道那个咖啡什么味道 我的笔记呢 它的确也是那种味道非常复杂的咖啡 它有很多热带水果的味道 它一些巧克力的味道在里面 它喝起来很甜 但是我还是 没有觉得它会有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可能因为它真的太贵了 它这个罐子已经被我来当这种 像笔筒一样的工具盒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的罐子非常的可爱 超爱这个罐子 上面又有一个那种海盗长颈鹿 埃及金字塔 这些东西 而且这个颜色也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很Q 这个豆子值那么多钱吗 我觉得还好吧 就一块钱一克 我真的觉得还好 最近在Revolver买到了 来自韩国的小网红咖啡 Fritz咖啡的一个espresso Everything good 我还蛮喜欢它的包装了 就有点很复古的感觉 因为我看到它这一款豆子 好像是四个豆子的拼配 有一个印度 Ethiopian Costa Rica 和一个Guatemala 好像是这样子的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它这种组合拼起来 到底是什么味道 然后回来冲了一下 我大概是用18.5克 进去大概36克 37克 出来 可能30秒 27到30秒左右 萃取出来 然后配牛奶 真的很好喝 就跟之前那个Ona Coffee 我喜欢的那个Gateway很香 很甜 口感非常好 之前我有用Oat Milk 和它放在一起喝 我就还是觉得Oat Milk 会很容易抢咖啡的味道 特别是一些我觉得 我蛮喜欢的espresso的话 把它跟牛奶放到一起 可能它们会平衡得更好 一些我觉得不太好喝的espresso的话 或者是脆的不好 或炸了之类的 我就把它加点Oat Milk 可能就 反正喝起来也是Oat Milk的味道 这个豆子还蛮好喝的了 它没有什么酸味 就是那种很普通 有点比较传统的那种奶咖的味道 很香 很平衡 很甜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味道的奶咖的话 下次看到了建议去买哦 然后再说一下 前段时间我朋友从海南的非咖啡 给我寄来了一堆他们家的豆子 我朋友真的是太好了 I love my friend I love my friend 说说来自海南的咖啡吧 其实我真的很少很少喝 来自亚洲国家烘焙的咖啡 基本上都是朋友送的 或者是有好心的观众给我寄的 先说一说 让我觉得特别special的一个 音乐家系列的莫加特吧 上次好像喝到来自台湾的 音乐家系列的肖邦还是贝多芬 对上次喝的是贝多芬 然后这次喝莫加特 我觉得他们真的有蛮统一的一个味道 就是那个小时候我说的橡皮擦的味道 那个味道非常的洗脑 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所有的咖啡袋上都写 它的建议充足是1比16.7的粉水笔 但是我觉得用这个粉水笔去充这款豆子 实在是太淡太淡了 于是我就用那个RS16给它充了一下 结果 这应该是我这段时间来喝到过的 最好喝的一杯咖啡 因为这个莫加特它真的它的body很淡 然后它又很香 其实它是很甜的 所以用RS16这种高浓度的方法去萃取的话 它的口感非常的顺滑 然后它的整体的果汁感浓缩感又上来了 所以香味非常足 甜味又非常好 然后它的酸汁又非常好 就是一杯来自天堂的咖啡吧 真的真的太好喝了 这个莫加特用RS16 如果你们这两个咖啡都有的话 强烈强烈建议你去煮一下 太好喝了 我为什么把它喝得那么快已经喝完了 我会怀念这个咖啡的 下一个 说一说这个果丁丁吧 果丁丁这个名字还蛮洗脑的 我还蛮喜欢中国人民给这些咖啡起名字的 这个果丁丁和它这个西达摩陶器都是来自Ethiopia吗 它们两个我的感觉是它们的花香果香都很不错 但是对我来说有点太苦了 不管我用什么方式煮 我还是会觉得它的苦味有一点偏多 不过这个西达摩陶器 它的陶子味真的非常的炸裂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喝到陶子味如此浓缩的一个咖啡 就是它闻起来 它喝起来 就是一直都是陶子的味道 我还蛮喜欢吃陶子的 如果果丁丁和陶器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陶器 然后还有两个geisha 一个是来自哥伦比亚白山庄园的geisha 这个geisha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 我当时磨完粉一闻 就闻到了一种很浓重的浆味 然后它喝起来它的浆味也会有 这好像是我第二次喝到咖啡里有浆味 第一次是喝到那个Soudan Roumaet Soudan Roumaet 好像它这个豆子的特性里面 它就自带浆味的感觉 但是第一次喝到geisha也带浆味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然后一个Elida庄园的水洗红标巴拿马 geisha 这个geisha也真是蛮甜的 也是很tippet的geisha的味道 它的茉莉花呀 它的一些citrus的味道 然后最后有一个蜂蜜的味道 它的香味很炸裂 然后它的苦是比较低的苦 有微苦吧 然后它的果汁感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喝这个 Elida geisha的 以上就是我最近喝到的所有的咖啡 然后最近我其实也还有在玩 Leaderboard的season 5 这一次是我自己买回来 自己在家玩的 所以每天在家里被测 其实也挺烧脑的 喝到了蛮多还蛮神奇的咖啡 不过这一次的Leaderboard 我下次再跟大家讲吧 再说一下最近我整理了一下 我去年喝了多少咖啡 然后不完全统计 我把那些咖啡豆全部都铺开来 铺在地上发现还挺吓人挺多的 有很多袋子可能我都丢掉了 但是有一些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我留下来 于是我就把它们 一些我觉得很特别的豆子的标签 剪下来给它们 全部贴到了一个很画框里面 放到了这个后面 大家其实都能看到 这有点像是一个2021年的咖啡总结的感觉 觉得以后如果每年可以贴一个这样的东西 把它做一个放在这里 也还蛮有纪念意义的吧 所以可能以后会每年都做一个 然后最近买了一本咖啡杂志 但是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DRIFT 为什么买它呢 是因为它其实出了还好几年了 它会可能过几个月出一本这样 它的主题都是以城市为主题 比如说第一集好像是San Francisco 它最新的一集是第11本 它的主题是Los Angeles 我看到Los Angeles 我就冲过去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4月中的时候我要去趟洛杉矶 然后我可能会有一整天的时间 要在洛杉矶来探索一下那边的咖啡店 所以就买了一本回来 先在杂志上看看洛杉矶的咖啡店 有一些什么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很想去的 然后到时候再去就好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洛杉矶 所以如果你是在洛杉矶 爱爱喝咖啡的小伙伴呢 或者是你曾经有去过洛杉矶 有喝到你觉得让你念念不忘的一些咖啡馆的话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给我一些推荐 或者是如果4月中旬 4月16、17号左右 你也会在洛杉矶的话呢 欢迎约我一起喝咖啡 I cannot wait 那么这期咖啡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很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哦 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 如果你很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哦 按赞哦 为什么要按倒赞 为什么要按倒赞 我按赞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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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赞哦